2024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赛事进行到第三站 浪漫台三线 全球一共有38个国家 24只的队伍来台进轮 这一站的起点设在新浦包中亭一名庙 全程154.3公里 沿途不但可以欣赏客家聚落的风土民情 也让选手们借由奔驰赛道 体验台三线的苍翠之美 客家现代舞蹈为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浪漫台三线站揭开序幕 赛事十二号来到第三站 从芳辽包中亭一名庙起跑 路线横跨新竹县苗栗县与台中市 纵贯台湾西北部的内山公路 途经关西三湾老街 石头山风景区等地 终点在石岗旅客服务中心 全程154.3公里 沿途可欣赏客庄聚落风土民情 跟其他四站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其实是跨县市的一个比赛 这个这一站的比赛跨越了新竹县 苗栗县台中市 尤其来到了我们俗称 内山公路的浪漫台三线 那主要其实是我们客家族群 能够主要居住的地方 明迪出发选手卯足力奔驰赛道 浪漫台三线站沿途有两个冲刺点 和两个登山点 是今年兵家必争的关键地 台湾好手中有生涯第十五次出赛的冯俊凯 本届赛事代表所属的日本 初攻车队参赛 而爬坡王子王应之 则代表摩洛哥西迪阿里队出赛 担任队友们赛事中的最佳向导 这次来的队伍确实极简 他们的冲刺队伍确实是蛮有组织性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在冲刺队伍旁边的话 会相对的会有点困难 不过就是如果真的在那个位置的话就只能尽力 从第一站来讲的话 感觉整体速度快很多 那整个很多车队新面孔 也是第一次跟他们做切磋 那到第二站第三站慢慢就是 身体也慢慢习惯这种节奏 环台赛这次有来自全球三十八个国家 二十四支队伍以及多达六支 二级职业车队出赛 来到台三现站除了比速度比技巧更清零特装之美 记者综合报导